青椒炒猪肝的做法 一说起猪肝 有人对它又爱又恨 爱的是它口感鲜嫩 恨的是它胆固醇含量高 稍微不注意多吃几口 再加上运动少 这些指什么的就长得快 其实任何食物都是这样 恰到好处必食用能够补偿营养 而过量即食也会对身体有伤害 猪肝富含铁 铁元素在人体中具有造血功能 参与血蛋白 细胞色素及各种酶的合成 促进生长 铁还在血液中起运输养和营养物质 的作用 人的颜面泛出红润之美 离不开铁元素 人体缺铁会发生小细胞性贫血 免疫功能下降 和新陈代谢紊乱 如果铁质不足可导致缺铁性贫血 使人的脸色伟黄 皮肤也会失去料美币光泽 而女人那几天失血过多 铁元素也流失不少 因此多食用猪肝可以有效补充铁元素 与 双引号 猪肝一块 青椒一个 大葱一根 大蒜三半 干红辣椒两个 植物油适量 淀粉一小勺 盐适量 料酒少许 酱油少许 一猪肝一块 可以先不用清洗 这样切起来不打滑 二切成尽可能薄的片 放在清水盆里反复洗几遍 将其中的毒素去除掉 捞出放小盆里 放少许淀粉 料酒抓匀 三青椒切小块 大葱茄切成丝 四大蒜剁成末 提前氧化充分释放大蒜素 五对身体更健康 五锅中做水 将青椒块在开水中冒一下就捞出 六炒锅中倒适量油 将干红辣椒编成褐色 七猪肝入锅中 大火翻炒变色 倒入大葱丝 八再倒入青椒块 大蒜末翻炒 九根具口味撒盐 倒少许生抽 翻炒均匀出锅 食香 微辣 下饭小窍门猪肝要切得尽可能薄点 因为受热收缩还会变厚 切好的猪肝多换几遍水清洗 能去除毒素 猪肝中加少许淀粉上浆 炒出来的猪肝滑嫩嫩 大蒜不可少 可提味去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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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